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鱼根笔记,记录生活,分享喜悦 今天呢,我想对我的蚯蚓农场的精彩做一个更新 以及对蚯蚓农场做一个宜乡的工作 这个蚯蚓农场呢,是我们今年五月份在初春的时候搭的 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我保存我从草地上抓回来的一些大的蚯蚓 方便我在淤记,有足够多的蚯蚓可以用 同时呢,这些蚯蚓呢,能够在适当的环境里面能够生存下来 因为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面临着夏季这些蚯蚓 无法就是正常,除了你放在一个冰箱的冷藏 可以保存一段时间的话 其他的方式,那么整个蚯蚓的存活率会比较低 那么用这样的一方式,我们又能通过蚯蚓 确保蚯蚓能够顺利的存活 同时呢,使得这个蚯蚓能够在这个蚯蚓这个箱子里面 能够消耗掉一些厨余 那么我事实上,这个我中间呢,通常我都会盖一层纸板 在这个蚯蚓农场下面 那么我会,基本上我现在有厨余呢 各种各样的厨余呢,都会扔在这个蚯蚓病里面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我今年犯了一个比较大的错误 我持续的给这些冰呢,不停的去 因为夏天吃很多的西瓜嘛 大家可以看到,还有表层很多西瓜的表面 那么直接的一个后果就是整个 土壤当中的湿度越来越高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表层已经非常的湿了 那么,所以我今天必须要把这些存活的蚯蚓 做一个遗箱的工作 大家可以看到呢,我旁边已经用同样的方法 类似的一个,搭了一个蚯蚓新的生活的空间 那么跟上一条的视频一样 我都是用这个,一层紫屑,一层这个堆草 这个,杂草的这个堆肥方式的那个 半草半肥的那种,混合一些黑土 那么,用这样的三层叠加的方法 都是有一层紫,那么保证一定的湿度 那么我希望的是,我现在把这个冰里当中的 存活的这个蚯蚓啊,这个就是我平常的一些 出鱼啊,我们可以看到 看到这些大的蚯蚓啊 看到这些大的蚯蚓活得很开心的在 这个,因为我中间经常去钓鱼嘛 所以我觉得这个数量不会太多 但是,应该他们生活的还不错 只是我觉得这个箱子里的湿度越来越高了 我还是,希望这个水不要把它们淹死之前呢 把它们转移出来啊 那么转移到隔壁的这个箱子里去 那么我很好的就是在这个饼里当中的 存在了很多这个蚯蚓粪啊 这个,one casting的一个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下方的这个 确实这个湿度非常高 那么我的一个经验教训就是 尽可能啊,还是直接给那些咖啡渣 蚯蚓的,最喜欢的咖啡渣和一些 呃,菜叶就可以了 而避免啊,去大量的啊 我放了大量的西瓜皮 那么直接的一个后果啊 就是啊,这个 这个,这个蚯蚓农场的湿度 确实太高了 所以呢,但显然我们可以看到这些 蚯蚓非常的健康啊 你可以看到,那么我转移到这边呢 他们可以继续的有一个更好的环境 那么这个,这边的这个环境呢 我就会把它在户外去晒干 那么就是一个明年啊 这个我相信这些都是一些小的蚯蚓 因为我抓回来的蚯蚓没有这么小的 他们的二代三代已经存在在这个 这个,Owen casting bin里面啊 这个,非常的好啊 大家可以看到这一层一层下面都是非常好的 黑色的 这个蚯蚓粪啊,这样的一个蚯蚓肥 只是混合了很多,我们叫Owen casting tea 这些湿度很高的 可以看到啊 应该它有一些小的蚯蚓的身体 那么我们用这样的方法去转移到新的一个环境当中啊 那么希望他们能够继续的度过这个漫长的冬天 那么在明年春季的时候啊,我很快的就有足够多的蚯蚓可以用啊 那么同时很好的,这一箱里面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蚯蚓肥的一个环境啊 比我想象的这个蚯蚓要多很多 因为事实上我今年只抓了一次蚯蚓 那次大概抓了七八十条 然后呢,我中间去钓鱼也用过好多次 所以呢,用这样的一个方法啊 我们可以很好的获得很多健康的 你看都很肥很肥的 非常肥大 他们,因为基本上 我每隔这个一两天,特别是夏天 那我就把这种菜叶啊,蔬果皮啊都是扔这儿的 所以他们什么都吃 包括我这个 菜地里面有时候修剪西红柿 这些西红柿的皮啊什么的啊 都是直接 但是确实下面你们可以看到 非常高的湿度 你看这里,这些 他们吃的很欢 但是因为我这个跟标准的这种蚯蚓农场 有一个很大的区别 他们都是有一个 专门一个隔层 会把那些产生的 这个蚯蚓的这个 我们叫蚯蚓茶 蚯蚓蚓 它是一个非常有养分的 一个东西 那么他们会把这个 下面还有不少 蚯蚓 虽然很湿 它依然还可以生存着 因为这样再这样下去 如果太湿的话 会影响到他们的呼吸 所以它慢慢的就会往表层走了 不知道底层还有没有 那么我们需要做的是 即时的 对这个 我最大的一个教训 如果你不是放很湿的 水分很高的材料的话 它不应该这么潮湿的 那么事实上 我基本上都不用浇水 因为很多时候 如果你的空间的 环境的温度比较低的话 那么你还要担心 它比较干燥 因为它喜欢湿润的环境 但是呢 又不能太湿了 那么今天的一个简单的 蚯蚓箱子的遗箱 就介绍到这里 大家可以看到 这些蚯蚓是非常的健康 非常的有活力 那么我希望新的这个环境里面 还是用以前的这样的一个方法 那么可以持续的 获得更多的健康的蚯蚓 那么钓鱼的蚯蚓也足够用 那么给我的一个教训 就是说在喂食蚯蚓的过程当中 我们尽可能的避免水分非常大的 这些比如说这个像西瓜皮 这样的果皮之类的物质 那么确保整个环境 因为我们下面没有打洞 那么产生的任何的液体 因为蚯蚓在这个 吞入食物以后 它也会排出一些这种液态的物质 那么如果整个蚯蚓 农场当中的湿度太高的话 那么长期下面堆积的这个水分 越来越多的话 那么相对这个生存的环境就不是那么好 所以呢尽可能的去使用 比如像咖啡渣和一些绿叶菜 简单的叶子这样的东西去喂食蚯蚓 那么在一个相对阴凉的环境里面 那么你可以长期获得比较高质量的蚯蚓肥 同时如果你是钓鱼的爱好者 那么相信在鱼季的话 你不愁蚯蚓可以用 那么今天关于蚯蚓农场的一个情况的更新 以及这个遗箱 那么简单的视频介绍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 那么记得给我的视频点个赞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 请点击订阅 打开小铃铛 我们下期再见